終於看開愛回不來 而你總是太晚明白 記憶聽不了 傳過你的心跳 傳過像你的 你自己編曲是不是 我是幼稚園粉 幼稚園這個不能說啦 兩位是第幾次看蔡依林的演唱歌 這是第二次 第二次 然後第二次 然後第一次 然後第四次 這是第七次 第七次喔 對啊 看跨年長的 你看跨年長的 對 超high的 因為上次前三年也有跨年嘛 然後沒有抽到 然後這一次就 好不容易買到 就超興奮的 而且你是不是有聽到海盜 對 有 而且我那天還做一個海盜的造型 我跟你說 第一次 真的是有夠難搶 你之前想看完全搶不到啊 那是從什麼時候就開始喜歡他了 1999年 1999年 我要說從幼稚園開始 欸有時候別說是幼稚園 幼稚園 嗯 我從五年的那一張專輯 你開始愛上他的 我是幼稚園粉 欸 幼稚園這個不能說啦 幼稚園粉 她是我們時代的眼淚 沒錯 喜歡她的原因是什麼 覺得她很認真很努力 不管是她講話 談吐 跟她的學習 用心 我都覺得很值得我們去學習 曾經有好幾次的挫折 但是我都會看她舞台上的表演的影片 她會告訴我說 說這一點小挫折其實沒有什麼 她可能經歷的比我們還要更多的挫折 可是她都走過去了 相信我們也可以走過去了 對吧 超感動哦 你會不會哭啊 在那裡有餘下巴油 並沒有 我覺得她就是 嘗試去做很多新的花招 對啊 像可能之前 彩帶啊 還是跳那些鞍馬的時候 我覺得她是非常的厲害 真的厲害 就是她 活在這麼多流言蜚語下來 就是活出自己的自信 我覺得從那時候 地財開始就已經很勵志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運動員 我們是運動員 我們都是 就三個都是 我們不到 就覺得很勵志 因為你在你很迷茫的時候 不知道要靠什麼去支撐你的夢想 或是你想要往更進一步的路走 她的地財剛好就是鼓勵我們要 努力的完成這些事情 有機會會被看到這樣子 所以就很感人 因為有看過其他的演唱會覺得 沒有比拆臉還厲害 你去KTV有沒有必點她哪一首歌 覺得一定要唱 我其實最喜歡她的馬賽克 倒在一定是必點 因為倒在是大家 跟朋友之類都很有共鳴 所以大家都會唱 那我個人是很愛馬賽克 我最近一定會點怪媒的 最近 可是我最近喜歡唱她新的那個 親愛的對象 對 好在我們都不必說明 什麼關係 都沒關係 好啦就這樣啦 我喜歡甜蜜蜜 那你現在要不要小唱一下 不要 不要 我一定是怪媒的 腦公 你要不要現在唱一下 這個怕嚇到大家 我呸 所以我今天已經準備好要唱我呸了 那你現在唱一下啊 快點來啦小唱一下啊 大家中秋都還是算好了 所以我今天已經準備好要唱我呸了 應該是玫瑰少年 那你唱一下啊 台中更好 台中更好 那其實是別首啦 告代啦 那你們一起唱一下 終於看看愛回不來 而你總是太晚明白 最後才把話說開 哭著求我留下來 耶 就是會看MV 就是喝醉跳 但也沒有要很專業 來要不要秀一個 好好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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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誰說 做的 對的 說美的 醜的 多問我 我看 我說 我會飛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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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